Hello大家好,我是Benn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要来做这盘眼影的测评 嗯,我把头发剪了 然后好久好久没有录视频了 好,这就是最新出的这个Natasha Dinona 我其实难道她已经挺久的了 但是我就一直没有时间来录这个视频了 所以我其实已经用过这盘几次了 那么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盘盘的刷色吧 接下来呢,刚刚已经看完了手臂试色 我就先简单的给大家画两个眼妆 嗯,因为它其实整一盘啊 你能看得出来在盘里 它有一些颜色是偏比较橘色的 然后还有些颜色是比较偏粉的 所以我准备一边是画比较偏橘的 然后一边画比较偏粉的 就是你们从这个音乐上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 其实Natasha Dinona这一盘 它做的粉质和之前是真的很像 很好晕染 而且我觉得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它去年出那盘Natural Politan是吧 我不记得就是那一盘很多很多颜色 六十几个颜色那一盘我是没有买 大家都说那盘粉质比原来进步了很多 所以有可能这个和那一盘的粉质是差不多 但是它真的就是变得无敌好晕染 而且我觉得它的显色度比原来做的弱了一些 反正这是我的感觉 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化妆手比较轻了 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它显色度没有原来那么强了 所以它的感觉就是用起来更加的方便一点 更加的不容易出错 为什么说这盘真的 这种亮粉做的实在是太完美了 就是它整个显色度包括亮的程度是很好看的 但是这盘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颜色真的鬼打强的特别特别的多 就是我看到过好多好多就是好几个颜色 就是我感觉刷在手上这两个颜色有差别吗 就是有好多个这种颜色 而它又缺少了很多很多那种很淡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从官网的是试色图就能发现出来 就是这一盘的一个弊端吧 它这个最深的颜色不是很好用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不是很滑胜 而且颜色调的不太对 我更希望它能偏棕一点 它这个有点偏冷了 就是在眼睛上的感觉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颜色 一边眼睛画完了 这个大概就是用棕色调的画出来的感觉 我这只眼睛用粉红色的就是调调去画一下 我对于这盘是又爱又恨的 就是因为你说它颜色很像 然后颜色的整个配色做的没有很好吧 但是它这盘里面有的所有颜色 除了刚刚我不喜欢的那个深色 我觉得都颜色调的非常的好看 而且饱和度显色度都刚刚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玩妆的人的话 这盘还是可以买的 但是如果说你想买这一盘 然后打造出来所有你想要的眼妆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是缺少一些 就是比如说淡色啊提炼啊珠光啊那些颜色的 而且就是说实话这盘的性价比有点 因为我觉得我买了这么一大盘 对吧 它里面大概有15个颜色 我觉得它画出来的妆和5-6个颜色的眼影盘 能画出来的差不多 因为它里面真的鬼打墙的颜色太多太多了 你看这边就比较偏粉一点 这边都比较偏橘一点 但是它们两个都是属于还是很浓郁的颜色 这个颜色就要比刚刚那个深色好用很多 我差不多就是简单的打造的两个眼妆 就是差不多完成了 然后这一面我用的是偏棕色调的 然后这一面我用的是比较偏粉红色调的 我来讲一下我对这一盘的想法 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盘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致命的缺点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相似色 比如说第一排的 就是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颜色 和第一排的第三个颜色 我给你们看这两个颜色 你们能看到吗 在手上的刷色 其实在镜头面前 它们好像插得还挺明显的 这个偏橘一点 这个偏红一点 但是这两个颜色上眼睛 是真的太难太难分出来 到底是谁是谁了 这两个眼睛上眼睛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我继续说两个颜色 第二排当中的这个金色 和第二排最后的这个金色 你看一下这两个颜色 这两个金 这两个金真的是双胞胎吧 它们两个虽然是底色 微微的差别 但是这种金粉的颜色 就如此相似 就这些细小的差别 上眼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我对它又爱又恨就说呢 我拿到的这些颜色呢 上眼都是好看的 而且粉质很好 特别是它第一排第一个上来的这个粉质 哇塞 这个粉质真的是细软到爆炸这个颜色 这颜色真的很漂亮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 就是滑顺度延展度 它是整一盘当中粉质最软最糯的那一个 别的亮片色是会比它稍微的干涩一点的 就是没有它这么这么的延展性好 这盘呢 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棕色调色系的 然后你要很喜欢拿它是Denona粉质的话 你是可以去买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用它达到出一个颜色 线层非常明显 然后你又没有别的眼影可以去辅助这一盘的话 我觉得是你是没有办法买的 这盘真的很难以去形容 就是 而且我也很难给它打分 就是 虽然它很有缺点 但是我就是还是挺喜欢这一盘 而且我喜欢它多过于喜欢 Sunrise 也多过于喜欢别的NatashaDenona的眼影 是的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测评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